但譬如306,即是下一關開始 你見到就要問朋友拿護照 這是我最痛苦的 因為半夜兩三點,朋友有些真的睡了 就開始在這些訊息中 開始看誰問我拿東西,我就立即問他拿回 還債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很聰明 聰明和可以跟朋友交流的做法 所以我是蠻喜歡這個遊戲的 第二個,剛才我們說這裡 我教大家,可能有些朋友未必知道 當然很多人都已經知道了 如果你用Android手機 你便找應用程式管理員 進入後,有一堆東西 你便會有一堆下載的程式 你便找Candy Crash 便清除數據 我現在當然不清除 我剛才弄完 清除完之後,你回去 你進入Candy Crash 進入Candy Crash 你便會發現 你是會重新聯繫過 然後你就會有五個Lives 而你中間這個 即現在朋友的訊息就會消失了 但不要緊 你要那些訊息做甚麼 不外乎都是問你拿東西 所以我都是不理的 我通常就會較多用這兩個方法去拿來 另外一件事就是 譬如現在這樣 開局 你看到開局 不太理想 如果你在電腦玩 我印象中 或者我自己不發現 我就沒有方法可以退出 無論你是iPhone 或者你是Android的手機 你都可以在這裡退出 而不扣的 你再進去 選擇更漂亮的版面才開 即是無謂浪費心機 所以我就會用這些 所謂小小的秘技 或者一些心得 玩的 那我希望 我不知道傳說中 是不是三百幾關 就已經盡頭了 因為以前 以前在手機 或者平板電腦 玩應該二百幾關 但是最近它一旅程 之後 得到這個炸彈 就是這一隻 就很適合這一關用 好像現在是多了 所以應該是三百幾關 還有我要說 我最討厭的道具 其中一樣 就是這些魚 阻礙晒 又幫不了手 那些 就是死魚 我最討厭這些魚 所以就消失了它 盡量弄到你需要的炸彈出來 一般我都是這樣過的 另外有一些關數 譬如牽涉到 幾多秒鐘裡面要拿幾多分 其實都是盡量鬥快 還有製造多一些 可以幫你連爆 combo 的炸彈出來 就比較好 再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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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看